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下午到议会总质询 刚好有平面媒体推出了一份全台县市长满意度调查 柯文哲在六都首长的排名居然又是垫底的第六名 让议员们气炸了 要柯市长细数虚正一一的改进 但是连柯文哲说完自己都说太丢脸了 为什么第一打 没有了不要说最紧 老机小机 老机小机 那满意度台北市长柯文哲难得停下脚步 因为平面媒体公布最新的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 柯文哲排六都第六名 这难看的成绩单同样亮在议会质询台上 就是表示说需要西新改进 蛮丢脸的 政治上施政还是很混乱 团队没有有效的建议 那你觉得要改进什么 很多啊 这个从交通到什么都有 很多要改的就太多了 招招耳朵细数自己的失败症绩 柯文哲自己都觉得很丢脸 毕竟市政表现异团糟不止交通问题 还有取消重阳敬老金和停车格全面收费等政策 取消市民的小确幸反倒变成失证满意度的大不幸 小小的确定的幸福 对对对 基本上在政治上我反对一次性消费 我觉得还是要用一个比较长远的制度来 重新建立我们整个的社会的 社会的这种福利架构 要检讨却继续和市议员争辩 但是说到让他头痛的大巨蛋问题 柯氏霸气全消封了 你不是柯皇帝独断独行 赶快把他回归过来 那这么讲大巨蛋有没有曙光 讲 有没有曙光 有啦 有啦 有曙光就好 其他别讲话 多讲多错 总之巡才过第一天 柯文哲就常到震撼教育 监察院也针对大巨蛋BOT案约寻科文哲 但身在议会还是无法奋身法术 雨电TV科市张神永派 SNJ小组台北报道